很嘻哈的苏东坡看过吗 进军大半 楚军追击 还是史书上的进出争霸 甚至是被逼出皇宫的隋文帝 中国历史故事用高效综艺脱口秀 还穿插端剧演给你看 这是大陆纪录片新尝试的拍摄手法 放在网路上锁定年轻人观看 市井小明的深夜食堂拍出大陆街边摊 操劳老板和食客业生活 这部美食纪录片在大陆影评满分10分 获得9分的高分 这些优素作品也显示纪录片 不再只是沉闷的叙述形式 两岸因为文化历史相近 举办纪录片高峰会 希望促成更多合作拍片机会 南瓜更多题材促成两岸深度了解 不只是纪录而已 还要让观众有启发才能将纪录片的格局提高 TVBS新闻里 郭正成一山台被报导